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地非常优秀的短视频达人们 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还邀请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点评嘉宾 首先就是有请我们的非常漂亮的 美丽的又有风采的曹颖姐姐 大家好 我是曹颖 这个重量指的不是体重 我觉得现在有了这样的舞台真的特别的好 让很多在自媒体账号上有梦想的达人 有机会跨越到大屏幕 加油 另外一位帅哥是著名歌手李翔翔 我是非著名歌手李翔翔 大家晚上好 大家晚上好 今天祝愿所有的选手们可以放松心情 加油 表现出最好的风采 好的 谢谢翔翔 那我们一起来见证他们的精彩吧 有请 好了 那我们将进入到第一轮的选择当中 我们将会用点赞 笔心或是不来电的方式 来决定他们是否能够从小屏到大屏的跨越 来 首先我们看第一条 哇 政大超 健身大人广汽北海人 今年32岁 然后球网粉丝是20.4万 还有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在视频当中 没有看出来 其实他的身体 跟我们正常人不太一样 哪里 看不出来吧 看不出来啊 我觉得自己他厉害的一点 想不想看 想看 那你发表意见吧 那我先点个赞 我先点个赞 我本身是觉得 他这个视频的可观性就很强 我也很期待他来现场 点赞 我想让 想想跟他PK一下 又来又Q我 来 郑大超 我也给你点赞 来到舞台上面 来震撼各位吧 有请 挑战极限 我来了 3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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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郑大超 江湖元宋 蝎子哥 谢谢大家 蝎子哥啊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带来这样一个表演 能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实时啊 要网上更多的不是肯定 而是质疑 你这是作假 哎 你这是特效 来这里来借着舞台 呃 向广大网友啊 证实一下 我所做的动作 所做的表演 都是真实的 都是真实的 我们 我们三位给你给您见证 不好意思 先问一下 就是本身 我们那个腿是天生 对吧 呃 两岁时候病的 小有麻痹症 那你后面 等于从小的时候 其实你体会到了不方便 也体会到了自己跟别人的不同 那你是怎么接触健身 直到今天这么厉害 一个很美丽的谎言 当时在我印象里面 就是我父母也好 啊 亲戚朋友也好 都会给我传送这么一个理念 所以让我多锻炼 多运动 以后能变得跟健康人一样 能够正常的奔跑 跳跃 所以我小时候 在家里面没上学的时候 我是不相信的 而我上学第一天我就坚信不移 或者是说太想改变 而不是坚信 因为去了学校里面 所有人 所有的同学都是 崩崩打打 跳辽跳去 太活跃了 我连走路都不敢走 那个时候就坚持一直一直锻炼 一直运动 然后大概是在五年以后 到快四年级到五年级的时候 我可以甩到拐杖了 哇 这个太理智了 所以我觉得要感谢这个美丽的谎言 它其实并不是谎言 这一个 我觉得反正是一种验证 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运动去改变自己的 对 改变很多 我可以表达很 其实很乐观的一面 它让我找到了活下去 勇气与方向 那你其实这样锻炼下来 中间也会有很多比较辛苦 或很难坚持的时候 毕竟你比一般人锻炼要付出更多 其实吧 我是很愉悦的 很开心的 这很简单 不喜欢的事情 坚持 那是煎熬 喜欢的事情去做 那就享受 对 对 说得太好了 所以一直坚持下去 那在坚持过程当中 你付出了多少 有时候每天要练多久 每天三矿泉水平的汗水 期许二十年 二十四年 三矿泉水平的汗水 平均下来应该是三到四个小时 因为有时候练七八个小时 有时候练一个小时 但反正从来不会低于半个小时 就很乐观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他们的时候呢 就他给我表达的是 你们不用觉得我不方便 不要觉得我可怜 我的生活的积极状态 我比你们还健康 而且你们做不到事情我都能做 是不是有这样那种感觉 所以怎么说呢 还那句话要为泪水博东西 使用汗水赢掌声 哇 掌声 那既然这么开心 有没有因为就是这个事情啊 然后给你带来一些荣誉什么之类的 有没有参加过一些比赛啊什么的 就说一个吧 我现在是 是呃 那个倒立拉汽车的直接记录保持着 倒立 倒立拉汽车 倒立拉汽车 这我真的拉汽车我也拉不动啊 哈哈哈 别倒立了 哈哈哈 哎 那现在成为全网比报比较火爆的这个 蝎子哥以后有变化吗生活 变不变化这个其实我对上面哈要求不大 我的追求是我想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就这么简单 开心就好 对 蝎子哥那如果进入到第二轮的话 准备给大家表演点什么 有没有更精彩的 有啊 那刚才不是说蝎子哥吗 我蝎子公还没蝎子公还没表演 刚刚那不是都不算蝎子公 那不是 拿出了百分之多少刚才 我总共结果 两百八十多个刚才就表演了四个 来同票吧 我们二位 第二下来的朋友们 想不想看 蝎子哥在接下来的一轮当中的表演呢 倒计十五个数来投出你们的来电 或者是不来电 五 四 三 二 一 感谢各位 好的 蝎子哥 我们稍微看看最终场景怎么样 特别期待你的表演 好的 我们来滑向下一条视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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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lf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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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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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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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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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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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敏 38 那 他的自备体账号叫做山东大铁大 那现在的乔王粉丝超过50万 那这个视频应该是他们点赞非常高的一条视频了 对 他好像长得也比较像那个 好像啊 刚刚 对 他有点像 我也刷到过他 所以这个 我其实蛮想看他本人是不是跟我在视频里看到的一样的 我相信他给这个舞台会带来很多 快乐 对 喜感的 我期待他的表现 我先点赞 我也是 我刚视频看到的嘛 就一定要看下本人到底像不像龚老师 嗯 点个赞 OK 两位都点赞了 我就发表一下我的意见啊 我觉得就是 模仿顾年爱老师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唱得很好版 这首歌曲 还是只是模仿 所以啊 要请他出来嘛 对吧 我是觉得 还差一点 所以我 但是不来电 但是我的结果也不影响 好 还是要有请模仿我们龚琳娜老师的鸿敏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有请 跨时代代书 我来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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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像了吧 他刚刚眼神有秒到我 给我吓一大跳 害羞了 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红敏 人送外号 山东宫林娜 为什么要模仿宫林娜老师 因为平时他们都说 我长得像宫林娜老师 在我的短视频里 我也会带着我的家人 模仿宫林娜老师的这个忐忑 我想以这样的表演方式 致敬一下我们的宫林娜老师 所以后来就开始 故意地去做一些 模仿这样的表演 对不对 我其实 我一直是做那个 实体童装店的 也就是在去年的八月的时候 我爸爸查出肿瘤复发 十年前我爸爸得过肾癌 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 十年以后我爸爸又复发了 爸爸本人那个时候 应该情绪也比较低落 那是去年的八月十五号 我的妈妈给我打电话说 我爸爸已经有一个礼拜左右 呼吸上有一点困难 然后我们去了山东的肿瘤医院 当时医生说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因为他是从肾癌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和胰腺 他说多做一些让父亲开心的事 做一些他喜欢吃的饭 带他想要去的一些地方 我就跟我老公商量了一下 童装店是我们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我给我老公说 经济不重要 陪我爸爸才是最重要 时间不多 我要把童装店关了 我要带着爸爸去做短视频 然后记录一下 我和爸爸待在一起的 每一分 每一秒 真的没有想到我爸爸 这么地坚强 走过了三个月 六个月 现在都已经走过了将近一年了 所以爸爸其实今天陪着你来了 对不对 对 我的爸爸来了 那我们能请你爸爸商场吗 可以 来 叔叔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吧 哇 哇 您好 依然很帅 很精神绝朔呀 说实话 如果不说的话 真看不出来 所以 叔叔您知道 现在女儿在网上这么火 你们拍那个视频 全网那么多人 都感受到你们的快乐 现在对女儿的这个火 您怎么看 我们全世界都可以短视频 陪人家都会开心 都会好 也不只都这么短的人 关注完了一个小家庭 也给我充满了很大的希望 也创造了奇迹 我就是这次 我不应该来的 我想想还得来 来以后给这个 像我同样病的 打得气 鼓鼓劲 开心快乐 能战胜一切 愿天下无病痛 人人都健康 真好 谢谢您 那现在我看那个 一家人也很快乐 你看叔叔健康状态也挺好的 那您对未来 应该是爆满了一些期许和期待的吧 有什么愿望吗 咱们一家人 我就希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的 可能我是家里面 长女的原因吧 我跟爸爸的感情 真的是非常的要好 结过婚以后 那个时候我带着我的儿子 和我老公去浙江打工嘛 每次我走的时候 都说我爸爸开车子送我走 把他的零花钱 也叫私房钱啊 偷偷地塞在我儿子的那个裤兜里面 我现在也在短视频直播嘛 也有一点收入 就是希望我们之后都能 情平安安 幸幸福福 快快乐乐就好了 就这么简简单单的 其实 所有都在行动当中了 一家人的精神状态特别的好 这种陪伴和爱 体现给大家了 然后我们也通过快乐 让爸爸能够安全地度过三个月 六个月一年 我希望未来还有五年十年 咱们一起快快乐乐的 好不好 好的 来 咱们进入第二轮 要别人什么 我想送给我爸爸一首歌 所以 希望你们给我投票 好 给他机会 那我们第二阶段达人们 倒计十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索票 好 那我们看看稍后成绩如何 谢谢两位 消失休息 一会儿见 好的 我们来滑向下一条视频 五十七了 对对对对 唱歌一边理发一边唱歌 很明的 又是唱歌的 想想 对 但我先说一下吧 我 我还是 就是没有给我带来特别 特别大的 我先不来电 交给你们两位 好吧 哇 你看到没有 专业歌手就是这样 就要求严格 想到这样子 他唱歌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少有的非专业的人 能够唱花枪女高音的 他能换花枪吗 他刚刚视频里面没有唱花枪啊 低调 所以你亏了 好 我点赞 我要给你点赞 好的 王贵湘来到舞台上面 来震撼各位吧 有这个 好 实在 好 实在 好 实在 我想起来 快快 快快 快快快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跳一曲冲天的芭蕾 天使般的容颜最美 心想战风行春舞 啊春天里来临 有些我的坠 雪的上的素季时 欢来相随 看那天空雪 花飘散之夜和我爱的雪 借借一味 啊春天的芭蕾 啊幸福的芭蕾 啊春天的芭蕾 芭蕾 随着酒不清 无法飞 跳一曲冲天的芭蕾 啊春天的芭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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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芭蕾 啊春天的芭蕾 啊春天的芭蕾 老师那个老师对不起 刚刚吵出来了 没有给点赞 对不起对不起 来了贵强 先介绍一下自己 先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山东自伯直传的王贵祥 一个普通的农民 后来是一个理发师 请问一下姐姐啊 就是他们都说您不是专业 真的听不出来 就是你为什么 可不可以全社 为什么您可以唱歌这么好听 也没什么经历啊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因为在农村的中地 也没有条件 那个时候唯一的唱歌的途径 就是偶尔的那个地方 一个电影 听了那些老艺术家 包括李古姨那些老艺术家 唱个长曲 然后呢我就用那种土白法 那个画画 直接就用那种方式 那几拍几拍 我就直接一看 我就喜欢懂的 我就按了我那一头方式唱 你能让我们看一眼吗 你看你会被修轰啊 我不会的 不用笑话你 我们也不懂 我们也不懂 我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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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厚一本啊 这是什么 就是我自在用那种转发发 你写的那种 发黑美了 是吗 就是留理发师的感觉 烫了转发 所以你没有怎么唱歌 开始出来学理发 是想更多的补贴家庭 照顾孩子对吧 当时是那么想的 那什么契机又让您 重新把歌唱起来了 其实就是 在2015年的时候 是因为我母亲 图拉的肿病 我失了 我就自己了 不可能啊 平时啊 我去这买的好吃的 我就坐不上 十分钟 我就走啊 就感觉那家里太忙了 就哐响响了 就多挣钱 多挣钱 突然那一次 我娘就说 管女 你今天我搞的话 跟你说了 你住下吧 就是那一晚上 她从她床上梳下来 走了上医院去了 待了不到五天 那来就走了 我就喊那手心里 就会感觉到 一小子感觉到 这实战是吗 就不相信啊 回来以后 我那家也不开了 就抓出去了 得算得得了 三个多月 就是不出去 子余养儿亲不在 因为你那些年忙于工作 没有机会陪妈妈 所以她突然走的时候 她还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一定要趁着亲人在的时候 多去陪伴 对 有时都想 我说什么都可以留下 都不能留遗憾 那时候那个字 我就不能闲了 后来就 唱歌 就一个这个学 一个这个学 你唱歌 能结出很多的忧愁 和一些烦恼 也让我自己 觉得更有自信了 就重新活了一回 那是卡家 我其实感受到了一种 就是有一些爱好 或者你去热爱的事情 是可以帮助你 治愈生活中 这些遗憾和焦虑的 我觉得这个也是 今天想传达给大家的 对不对 对 姐姐 进入第二轮的话 还有没有更加震撼 我们的音乐 我想了进了第二轮的话 想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第二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请投票 五 四 三 二 一 锁票 那我们第一轮的三组选手 都已经表演完毕了 那我们把刚刚两位 重新请回到舞台上面 来看看他们的成绩 怎么样 有请 好的 最终 第二现场达人们 为你们投出的票数 我们的山东 宫林娜 红敏 最终的得票数是 15票 那我们的 西林毕 大超 最终的得票数是 14票 那最终我们要看看 我们的花香理发师 贝香姐 你最后的得票数是 14票 两个一起 这怎么选啊 这怎么选啊 他俩没法选我觉得 对啊 我都很想看他们两个第二轮的演出 那只能同时选 凭自己的感觉吧 这一边 对 是蝎子哥 是蝎子哥 这一边是贵香姐 不要看对方 来三 二 一 你是选择 贝香姐 我讲心里话 我觉得我们第二轮 两位都是歌手 我就觉得 我想给不一样的蝎子哥 一个表现的机会 仅此而已 因为两位都是歌手 那这样吧 这样吧 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让我们贵香姐 给 就不参赛的情况下 给我们唱半首 可以不 我绝对也可以 我们两位先下去准备一下 我们先听贵香姐 给我们演唱首歌 谢谢 我觉得没见到第二轮 相比来说的话 我还是挺平静的 有这么一个机会 让我来这种大舞台上 展示展示 我感觉的已经很开心了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有请我们的蝎子哥 大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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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i don't really wanna hurt you but i can't control the pain if you're sticking by my side maybe we could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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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ybe you could be the change i need today i promise that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 really hope that you will choose to stay through all the pain 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ve never said you've felt that way 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m o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ey as you fade away 刚才那一瞬间我们终于知道为什么人家叫你蝎子哥了 就刚才那一瞬间就是有那个蝎子的感觉 蝎子把我那种霸气出来了 哎呀真厉害 好的那我们第二现场的达人们也为蝎子哥来投票 你们准备好了吗 来 5 4 3 2 1 1 2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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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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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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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3 我们本来是想着说 这次爸爸陪着来 爸爸能开心的 结果爸爸又哭了 但我相信爸爸 更多的是感动和开心的哭 您说是吗 是 好了 那我们第二现场的 所有的答案人们 要为我们的鸿敏来投票 倒计时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锁票 好的 第二轮我们的两位表演 嘉宾已经完成他们的表演 我们请蝎子哥 重新回到我们的舞台上面来 哇 接下来 除了第二现场的达人投票 要加上咱们三位分别的票数 才是最终的总成绩 你先 你先吧 我先来哈 依然坚持我的选择 我把它投给蝎子哥 我 我可能也是 要把我的票投给蝎子哥 但是我要祝福叔叔您够身体健康 保持好心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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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是 蝎子哥他这个 他太非常人所能挑战了 我相信那个咱们山东公里那也了解 他太厉害了 我这两票也投给蝎子哥 好的 那我们来到舞台上面看 总成绩 早上 最终的结果 蝎子哥 最终的得票数是 二十三票 恭喜蝎子哥大超 那我们的山东公里那红敏 最终总得票 十五票 恭喜蝎子哥 获得了我们这次本场的 周冠军恭喜 感谢我们的草影 感谢小强 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四 晚上的九点二十分 千万要记住关注我们的 天津卫视跨时代战书 我们在这里等着各位不见不散 拜拜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容美好 更未来 天津卫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